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讲这个陈化的 一般人认为海洋大概是这样子 觉得清清如水 觉得很美丽 其实海洋是非常险恶的 我在海上这么多年 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我已经追我太太的时候 都在海边吹风 看浪好美 其实我们出海最怕了 而且我现在还是 非常合格的游艇教练 交通部找我去给 开游艇的教练或是认证 其实我也常常教游艇的那些 开游艇那些人告诉他说 要看浪 看风 然后来开船 所以你眼睛要识别风浪的程度 要开船 所以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清楚 而且我们对大海的了解 不到5% 甚至我们对火星的了解 都比对大海的多 我讲真的 而且越深越恐怖 真的是很恐怖 莫名其妙的声音你也搞不清楚 我讲的都对 因为我其他地方我也讲水中生学 我不是在讲学理的 我也是刚刚也讲了蛮多的这个 这个跟浅艰军官讲 他们就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他们也的确碰到很奇怪的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浅艰在深海里面都不知道 所以从以前15世纪到现在有很多 大海的鬼怪什么弄出来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漩涡 因为他们不知道原因 他们就写出来 可是他们亲身经历的 大海有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而且水越深 那个生物长得越奇怪 然后越大只 对不对 这是真的 海洋生物都是有 好 那其实海洋里面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准备用自己跟各位讲 我们的海洋并没有像刚刚一样清清如水 它就是一层一层跟千层败 它就是一个城化的海洋 然后我也跟各位说 当然我们就集中于内波 而且是台湾周边海的内波 不讲其他地方 内波最严重的地方是 地中海的直布罗头海峡 各位喜欢看浅舰片的时候 有好几部浅舰 从地中海里面偷偷跑出来 又跑进去 它就是利用内波 利用风流的影响 内波 用密度流 还有补偿流的进出 这个地中海 如果喜欢战死人可能会知道 我们都讲这个内波 内波的发生 最重要就是城化的海洋 好 地球地乎都是分层的 对不对 大气层 各位可以看大气层 对流层 平流层 然后中气层 外气层 一层一层 这个是按照密度跟温度来分层 所以你看它分了一个对流层 大概75%的空气 都在地球的表面这一层 其实天气现象就在这个对流层 对流层是一个变动的 如果在北纬2度的新加坡 对流层是15公里 那如果在北极 加拿大是8公里 所以各位可以看坐飞机一起飞 在新加坡爬到15公里 然后越飞越低 越飞越低 因为对流层的顶端 就是云的顶端 然后流就不会对流 就比较平稳 然后它会在平流层 然后慢慢发行 那海洋也是一样 各地都是这个层 都是不一样 这个大气的分层有好几种 一个是温度分层 一个是电离层分层 一三是混合程度的分层 就告诉你这是一层一层的 那大家应该知道地球也是分层的 地壳 地寒 对不对 地核 核还分外核跟内核 然后地球的磁场是来自外核 融融的沿浆所造成一个电流 对不对 好 那这是分层 那海洋就是也是这么分层的 海洋的分层也有很多分层 是密度分层 温度分层 还有压力分层 还有岩度分层 但大部分都是地球的重力 把这些海洋紧紧的拉在一起 所以呢 越海底密度越重 密度越大 然后紧紧的速度 那它会分层 那它表面呢 因为阳光直接涉及在海水表面 还有风 还有流 所以它会让人分了好多层 这就是汽海的交互作用 会造成分层现象呢 外部的作用就是来自太阳 然后下雨 然后还有风 吹动 那海水表面有一个层的地方呢 这个就叫等温层 这个温度都差不多 等温层 之后马上有一个急剧的变化 这个叫做斜温层 立刻收下来 但是这条线就很重要 这个叫层次深度 层次深度这个名字只有军中用 外面没有用 外面叫温药层或是密药层 但是军中就是要这个深度 Number 这Number很重要 先记一下 记一下这个Number 好 这就是典型的海水温度分层 一般国中跟高中考大学的地球科学 就会要你来做这个分层 那这个分层的呢 这个混合层 斜温层跟深水层呢 是台湾的名词 那大陆呢叫等温层跟温药层 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用的名词大概 其实我们台湾科学界的名词 各位都是志工在这学友专长 我不知道其他科啦 海洋很多是用日本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日本的翻译 然后人数也少 那现在中国大陆十几亿人 他们的高考各位知道 对不对 将近千万人考高考 所以他的教科数 他什么东西几乎就是 他不要要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也得快要跟他一样 因为他实在所有书籍 除了是简体版之外 所以他的名词 几乎会让我们偏向那边 刚刚讲我们叫混合层 他就说要等温层 然后他说要这个写温层 有人就是要温药层 所以慢慢慢慢 说实在都靠到他那边去 不想靠都不行 我说一句实在话 真的不想靠都不行 好 因为太多的书籍 那为什么不想靠呢 因为各位可以看 从海洋到台湾 没有一个学者出 包括我 市场太小 赚不到钱 我干嘛编个书啊 不可能 我们全台湾各位 我以前当海军大海局局长 了解台湾学大气跟海洋的老师 我跟各位说 我们全台湾跟海洋沾道边的教授 120位 跟大气沾道的教授120位 120位大气的教授 有80位研究台风 因为台湾发生台风 对不对 在40位研究西南气流 然后再几位研究梅雨 其他人就不研究了 我告诉你 全台湾研究 真正海洋物理的教授不到10位 我们讲这海洋 对不对 海洋就是地球科学 我刚才讲的 实在没办法 这个名字全部都会变成大陆的 因为它市场大 他们的人也是蛮多的 好 这个是真正是在大西洋的地方 剖面 它是在 它是在西津 西津25度地方 大西洋的地方破开来 这是真正所测得的温度跟炎度 的剖面图 所以你看海水里面本身就是 一层一层的千层派 然后我也跟各位说 绝对不可能像青青如水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密度 这就是密度 一层一层一层的密度 那这个密度之间呢 就会只要有波动 就会产生我今天的主题内波 所以今天呢 那个我们展场里面是双层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是有三层 四层更多层 对不对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三层 主要就是那个变化最大的地方 变化最大的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容易产生 容易产生 其实每个地方都会都有产生 只要密度大概是差距0.1% 可能只要破到波动 就会产生内波 内波都是在深海里面 它有它的生物作用 它的物理机制 但是对我们的浅见航行影响最大 这就是沉化的海水 这张图是我画的示意图 那一层一层海水呢 一层水流就在同密度层里面流动 就有点像温度的一个叫做 这个天气图一样 等压线 风就在等压线里面转 那它很少会跨右等压线 水流也是一样 都是在等压线 等密度线里面走 所以因此沉化的海水 就造成水团的分布 水团的分布 那水团分布呢 TS diagram呢 海水也很特别 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什么呢 像各位这个空气一样 我们从40亿年前到现在 那空气的那个密度的ratio 是一样的 氧气跟这个氮气 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那你随便再抓一抓也是一样 海水也是一样 它的这个里面的盐度的比例 不管是 这个盐度单位是千分之三十五左右 如果盐度呢 变成了海水冲淡之后变成千分之二十 可是各个的元素的比例也都不变 它的元素比例都被锁住了 所以我们透过它的像TS 温度跟盐度的都可以达到一个TS diagram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水 大概是在哪里发迹的 然后水团是哪里来的 我们追踪水 所以这个陈化的海水 同时可以告诉你水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而且它会慢慢因为按它的密度原因 慢慢慢慢渗透在一起 会造成一个平衡 其实这个平衡就造成海洋的稳定 稳定度 否则呢 这海水就是里面外面 都是动来动去是不行 所以陈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 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稳定 就好像我们讲的社会各阶层 中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如果说天天弄来弄去了 各阶层都跳来跳去也是没办法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刚刚的时候呢 所以整个海洋温延密度里面 出现两个比较大的陈化的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层次 深度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液态海底的地方 这两个名字呢 各位很少看得到 甚至到网上找 一个都找不到 包括一套海底 因为这两个呢 都是非常专业的潜舰用的 非常专业潜舰用的名字 那我想跟你讲 因为我大海局局长退了之后 我知道海军就是要城市深度 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城市深度 我问所有的学者 都没有一个人做 而且听不懂什么叫城市深度 他们叫温药层或叫密药层 可是是一个层 那温药层跟密药层 对海洋物理学者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对谁有意义呢 海洋生物的学者 因为所有的营养盐 会沉到 城市深度之下在那边 因为密度不太重 也沉不下去了 尸体掉下去了 然后呢 如果是小鱼小就被吃掉了 那就沉到这个城市深度 所以海洋生物跟化学 才想知道城市深度在哪里 就是温药层面药层那边 然后透过海水的永生流 把它带到海水表面 所以永生流几乎是 所有全世界海洋里面的 渔场的分布 我们台湾永生流的地方 正好在龟山岛 正好在东北角 黑潮碰到灯水龟山岛的时候呢 就会起来一点 所以那附近有很多的青鱼 然后在东北角绕一个圆圈 走了会有一个冷窝 它把下面的人带上去 所以各位看龟山岛 东北山岛 对不对 彭家雨 花瓶雨跟棉花雨 那边有万里蟹 那里有很多渔场 其实在东北山角的地方 是北纬25度里面 海水最热的地方 所以彭家雨附近的地方 在早期是产红珊湖 但日本人都把它拿走了 它是纬度最高的地方 因为是黑潮 大的高温高原的水 经过台湾的东岸 到了东北角 绕一个圆圈就出去了 东北角这个地方 我出了一篇文章 那是全台湾 海市出的地方最多 海市沉船地方 各位可以看 20年到2013 成了八条船 莫名其妙全部失踪 主要的原因就是 黑潮跟长浪产生交互作用 就产生了轨浪 莫名其妙就被吞死掉了 从花莲一号 花莲二号 运沙石的船 都被翻掉了 所以那个地方因为 黑潮的漩涡地形的原因 还有永生流的原因 种种很多的海洋现象原因 在那边是全台湾会 最容易出海市的地方 另外出海市最多的地方 就是澎湖 在早期十年前 各位可以看 澎湖不管是空难海市最多 澎湖附近沉船有五十几条 明朝过来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条沉船 对不对 大家都说黑水沟 是不是 黑水沟什么 石进台湾 七个沉吊什么 两个 我忘了那个口诀了 其实我是大气航局长 澎湖附近的磁场 就是两度偏西 你看所有的海图 所有都是五度偏西 五度偏西 澎湖的磁场就不对 澎湖的磁场就不对 所以你看海图里面 那个地方就是很特别 但我没有时间好好去研究 但是你可以看 海难最多 沉船最多 里面的这个海底地形 是最复杂 大海局这么多图 海图里面最不准的 我跟各位说就是澎湖 澎湖有五十几个小岛 各位不要看只有几个岛 而且它所有海底地形天天在变 因为水流 因为很浅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不只是因为这些地方 它本身在地球磁场上里面就是特别 因为台湾头 台湾尾 东外西岸 所有磁场都差不多 基本上homogeneous 怎么那一块就不对 就不对 这是很特别的 好 这是海洋的温延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海洋 剖开来有两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层次深度的定义 大概就是在等温层 同温层之间 局局变化的地方 这是海军的definition定义 因为那个地方会造成 声纳如果拍发的时候 它会产生折射现象 而且是最强烈SNAIL的定义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那层次深度跟液体海洋有什么用 我说的用是海军有什么用 他为什么一直很在意这个东西 因为他跟他的航行安全 跟他武器拍发 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就是层次深度 右边是唐存勇老师做的模式 不是模式 他的观测资料的平均值 左边会动的是我 我接的计划 就是要把台湾周边 海域的层次深度找出来 预报 预报给谁用 海军作战部队用 作战部队用 因为我们想知道 这个层次深度 到底是在哪里 那可以看呢 夏天的时候 台湾海峡轻轻如水 没有层次深度 也就是只要船在版面拍发 砰 就打到海底 台湾海峡 各位 我跟各位介绍 台湾海峡深度是80到120公尺 宽度是200公里 它的地方呢 潜舰是没有办法做战术回旋运动 但是有潜舰 各位不要被新闻记者所讲了 潜舰到不了台湾海峡 那胡说八道 大部分记者讲的都不对 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更正 我也不愿意去更正 因为我一更正我就找麻烦了 我完全都不讲 其实我早期在大海局局长的时候 国防部要求我上了两三次电视之后 我就不想去了 因为我觉得讲的也没用 那个他也不会听我的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台湾海峡 在夏天的时候几乎没有层次深度 没有层次深度就代表直接拍发 直接到海底直接反射 那直接拍发直接反射 就是让潜舰没有地方跑 这就是层化的海洋 这张上面图是我画的 那一层一层是代表海水就变一层一层的千层派 对不对 中间是我做的模式 这个是唐老师做的观测资料的平均 也就代表说这边没有层次深度 这边是有 这个是层次深度的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陈化的海洋会怎样呢 如果水面舰拍发出去 各位看到没 中间那个层次深度 正好表面的声波全部反射 反射之后呢 就会造成一个声纳的盲区 就叫阴影区 阴影区一出现 就是潜舰可以藏在那里 你都不知道 也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台湾海峡 在夏天没有层次深度 也就是夏天 中共的潜舰是不会跑到台湾海峡的 它没有地方藏 所以潜舰是一个斗智的活动 我们都要找它 它的阴影区在那边 这个地方潜舰就躲在这边 所以你想派潜舰出去 你要知道它在哪里躲 你要躲在哪里 这个就是层次深度 所以你看这样子 这张图很清楚告诉你 很清楚告诉你 我们要在哪里放潜舰 潜舰军官要去哪里躲 因为你跑得很远 几乎没有用嘛 一定要很近 很近 然后就在这个船的旁边 然后突然的起来发射飞弹 你只有一分钟 两分钟 你就 你这个来不及反应 船就被炸掉了 那潜舰老远的 它只要发射飞弹 它在空中10分钟 20分钟 它马上就被拦截的飞弹给取消了 所以潜舰虽然逆中不知道 但是你还是要躲到旁边去下手 那躲到旁边下手你就要找一个 人家看不见的地方 那个就叫阴影区 是不是 那个就是在阴影区 好 那你看不到它 你心里就是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害怕 那你想要知道 不要被人家看到 也不要被人家看到 你就知道海洋环境 海洋环境非常的重要 好 那层次深度除了刚刚讲的 对声纳影响很大之后 它自己因为它是陈化的海损 一波动之后就会产生的那一波 这就是今天这个物理世界 它的一个展示的两层的海水 两层的海水 告诉你说陈化的海水只要受到扰动 马上在海底里面 就会产生很大的那一波 当然对我们一些都没影响 海底光有什么事 但在水下潜见 对它们来说影响就非常大了 那另外一个叫做液态海底 是第二层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很重要 那个地方就是 你只要声纳拍过去 到了液态海底 它就全部反射 甚至潜见在里面拍发 完全不知道 所以液态海底 几乎所有潜见 想找液态海底钻到下面 人家就找不到它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 夺深跟环境地形 跟每天都不一样 天天都在变 天天都在变 所以摩世预报 还有这些潜见军官要判断 城市深度在哪里 液态海底在哪里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就是这个沉化的海洋 那我在想呢 沉上来讲造成的内波 我们来继续讲这个第二个主题 内波的行程 这有一个这个酸沉水的这个内波 我从YouTube来的在这边 那可以看一下 这是密度造的比较大 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波波动 这只有大概两分钟 各位可以仔细看清楚 它只有两层 它呢只要在上面造成扰动就可以 上面造成扰动 蓝色的就是密度比较轻的在上面 你看它只有绕过去 你可以看上面的这个波动 你看 上面的这个表面波浪就只有一点点 但是下面波动就比较大 所以内波可以告诉你政府会很大 你自己看 你看它只这样走过去 你看上面 对不对 它几乎没有 但是下面波动就很大 扰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下面的波动会这么大的 你看 所以表面的波浪 大概三到五公尺就是巨浪了 十二公尺就已经是滔天巨浪台风了 下面的内波 它的高度 政府可以达到一百多公尺 一百多公尺 好 那如果加一个倾斜的一个海底地形 就是我们近岸或是大陆棚 我们再看看它的情形 下面在温层的地方 下面在温层的地方 就比较大 可以看得到 通到海底地形的变化 更厉害 这些是双层海水 对不对 通到海底地形的变化 好 所以呢内波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两个 这个是我归纳的了 我归纳的 我这个看了那么多中外的书归纳出来的 我没有做研究 我没有做研究 但台湾也没人做 就只有我 所以内波基本产生的条件是密度要分成 大概误差 大概他们相对的密度差要在0.1% 第二个要有扰动源 因此呢 扰动会使原来稳定的密度分成 Homogeneous很平稳的分成在那边 经过扰动之后 就会产生了这个波动 然后它就会产生了一个重力波 因为它有一个恢复的力量 就会产生一个重力波 好 所以呢内波产生的位置呢 主要是斜温层的地方 是最重要的斜温层 那斜温层的地方我们来看 左边这张图书我画的示意图 你看温度变化的地方大概是80% 是80公尺的地方 盐度然后密度 然后呢 正好在斜温层的地方 就会产生内波 那如果你浅见在那边就惨了 那斜温层这个地方就是 层次深度的地方每天都在变 春夏秋冬 刚刚给各位看到春夏秋冬 对不对 夏天没有 台湾海峡没有 冬天台湾小海岸可能是20公尺 或是40公尺 各地的 然后还看是不是有风啊 有没有台风 有没有天气好不好啊 所以呢 层次深度的预报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同时呢 浅见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鼻涕 它可以测量温度 还有颜度 它就自己会相信它自己 要找出哪一个地方是斜温层 哪一个地方是层次深度 他们自己都要去找 那所谓重力波是这一个 重力波是在一体介质内 或两种介质之间的一种波 它恢复性来自重力 浮力或是惯性 惯性的力量 然后它产生波动之后呢 会来回震荡的一个摆动 来回震荡的摆动 那刚刚讲的 平稳的海水道那边 它只要受到扰动 就会产生了内波 那扰动源的大跟小 大气压也可能扰动 它是有扰动源 但是可能比较小 对不对 它也没有办法把力量 伸入到深层的海水 地震也会有 然后海水的这个船舶运动也会有 但最重要的时候呢 就是第六项 强烈的海流跟潮流的地方最容易有 我们台湾潮流东北角跟西南海域 每秒大概是一公尺的潮流 很强 也很强 而且黑潮也有 待会儿跟各位讲一下 那内波如果有碰到第三个条件 除了刚刚讲的密度 分成很清楚之外 还有扰动源之外 如果碰到地形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更有一个产生一个 很大很大的内波 这个内波呢还叫孤立波 内孤立波 那这顾立波很特别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 那这里面有一个英文 internal type 其实就是internal way 它会用internal type 就是说这是由潮系所影响的 好 那这个呢就是台湾海峡 台湾附近的内部发生的情形 我们来看这个实验 它比较特别也是双潮海贼 但是呢它中间会有一个突出来的海贼 突出来的海贼 它很正常的那个摆动 可以看 造成更大 造成的内部更大 如果潜力在里面航行 不会受外界的影响 不会受外界的影响 这就是孤立波 你看这两个波走在一起之后 它各走各的之后就分散 它传播不失其能量 然后两个波相碰之后 也不会改变方向 也不会吻合 就把它锁得紧紧的 这叫孤立波 内波就是孤立波 内波就是孤立波 好 那内波的波 就跟一般的风波不一样 这张图是我画的 这是表面波跟涌的形成原因 各位看 风是来自高气压跟地气压的气压差 气压差之后就有风 对不对 那风作用在海面上 就会产生了风韵力 吹到海水表面产生共振 就会产生我们一般的风 这就是无风不起浪 对不对 这个红色是它的公式 那风吹到表面上 还会把水给吹动 这就是水流 它用的公式是 Ackermann Spire 这是它的公式 这张图是我给大一 硕一学生画的 这是公式 所以Ackermann Spire 然后这水流在区域里面 如果是在很小的吹域 直接吹这个水流 吹这个风 水流就按照这个环境去走 如果在广大的海域 它会偏向45度 所以在整个太平洋的水流流动 其实是贸易风一直在吹 对不对 大家知道北次到环流或是怎么样 甚至吹到北次到环游往西走 碰到旅宋岛之后往北走的黑潮 然后黑潮之后会有个西方强化运动 因为地球在自转 西边会累积 所以黑潮特别强 那太平洋中间会凸起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气压差也是有原因的 低气压降十个百帕水面升高一公尺 就会产生这个长浪 所以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就产生长浪 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那长浪的行进速度是根号GH跟水深有关 所以台风还没来之前的三到五天或五到七天 浪就会到东北角或是西南海域 就会造成风口浪 各位看天气变得非常好 但是事实上台风已经 或是低气压已经形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长浪 再加上风浪 所以我们看到可能就是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海水表面的风浪或是涌浪 其实是很简单 大概是几个公司 几个红公司就算了算 但是内波公司还很难 非常非常难 那基本上会讲内波的人 全世界研究的人也很少 我刚刚给各位看 Pelowski是德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学家 流体动力学就是他 说实在我到那本书 我还看不太懂 那他这本书呢 其实海洋也适合用 管流机械也适合用 太空也适合用 因为都是一样 都是流体密度不一样 密度一样 那所以真正研究内波 其实中外的人并不多 因为不常见也不实用 跟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不是吗 对不对 水深在250公尺以下 各位也碰不到 各位潜水最多就是30公尺 50公尺以下专业的 100公尺只有海军会穿一个潜水服 你现在 对不对 同座的潜水服才有可能看到 其余的都不可能下去 那海军那个还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那个叫水中爆破大队 或是蟹蛋处理中间 那是特别的人 真的是特别的人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 就是一般潜水就是30公尺 所以你根本都不一定会碰得到内波 内波最浅也要150公尺 深的时候更深 这就是刚刚讲的内波 跟这个表面不一样的地方 那内波在海水表面可以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真是看得到 你会感觉到怪怪的 其实我在当小军官的时候 我在海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边海域就是奇怪 看不到波浪又看到文 其实我问我们的舰长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他只会开船 他不是海洋学家 他都不知道 那舰长就K个头 专心开船 不要再看风浪 好像我们天天都在看风景一样 原来这就是内波 你看这个波纹 还有你在海面上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这个地方好像海水在沸腾 所以南海以前有号称沸海 我现在我知道 因为我现在有交游艇 我是交通部请我去交的 请我去认证的 那的确我也跟他们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时候 那就是内波 水里面有大波浪在走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照片的 这海面你看这条船 非常的平静 可是有一波 就有点像那个任成文一样 你知道吗 感觉好像不出照 就是有点纹路 你看在这边是卫星照片 这个也是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子呢 没有什么东西 好像就有波痕在底下走 这就是内波 这就是内波 那其实内波雷达上也看得到 这个是海岩 这是海岩一号 用表面雷达所观测到的内波的情形 因为它造成了海水表面粗糙 那内波为什么会造成海水表面粗糙呢 因为内波政府很大 快接近这个波峰的时候 就跟海水表面发生的作用 就会造成海水表面很粗糙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内波为什么海水表面 内波经过的时候 如果是比较浅的时候 就会造成海水表面的粗糙 那内波为什么会比 海表面比较高的原因呢 刚刚讲的 海水表面的这个风浪 是来自风跟气压 它也是双层嘛 一个是海水 一个是空气 密度差了多少 差了大概一千倍以上 然后它有强烈的重力作用 重力作用把这个水的拉住 所以大概风浪最多就是 台风天也只有十公尺 或八公尺 一般就是三五公尺 就已经是很大的 但是在深海里面它的密度差 大概只有0.1% 那基本上就是同性质的 也没有什么重力的作用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这个东西左边是公尺 所以它正幅可以达到100公尺 正幅可以到100公尺 但是它的速度没有像表面的波浪这么快 它是慢慢的100公尺 然后再下来 所以如果你潜见在里面 你不知道你的船体已经被移动了 等你发现的时候三分钟五分钟之后 你已经掉下去了 这也就是也一样是这个内波 这是由 这个是由鱼探机 鱼探机 这个是鱼探机 这旁边一点一点就是鱼 鱼探机所发现的内波 发现内波的影片 这个也是内波爆炸 这个深度是600公尺到850公尺地方 内波的爆炸 所以这有解释 内波的波高为什么比海面波高大很多 这个密度要尘把海水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的密度随着深度变化比较缓慢 下层密度几乎是均匀一次 在这种情形之下 在沉洁处容易受到波动 那自由海面的海水受到扰动时的波动 需要克服重力 因此波高会受到限制 而海洋内部的海水上升时 由于本身重量大部分被福利所抵消 因此在相同的能量之下 比表面波相比身高就比较容易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问的 它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 其实它对我们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且你会完全感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它对我们这个海洋物化生地有什么影响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影响非常大 就像我们讲天气好了 我们下雨或是这些动作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生活在对流程 对不对 对流程 平流程都是很稳定的 沉化的就是稳定的 可是下雨其实就是水流往上走 往下走 会把这个沉给打破 然后增加造雨量 然后把热量往上送 把冷水往下走 那其实内部也是一样 把深层的营养盐再往上送 对不对 往上送 不然这个营养盐跟尸体都浮在下面了 下面溶掉就很多的营养盐 它往上送 然后在海水上下来搅动 会更均匀 还有就是说它会把上面水给弄下来 为什么 上面水可能 吸满的二氧化碳溶解在里面 对不对 再把它送到海水里面 所以它对海洋物理 是提供了一个动能上下水的运动 化学能干溶解的二氧化碳 或是营养盐 往下送或往上送 那在这个内波沼洞的地方 鱼非常多 如果你内波预报 你就可以预报抹香精 或是海豚在哪里 它都跟着内波走 这个是唐春勇老师发现的 所以他曾经研究之后 他想去跟那个花莲的赏金的业者说 你给我50万 我帮你预报那个内波发生的情形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要做生意了 好 那除了这个预报之外 极光也可以预报 以前的国客会主委委罗全 是中央的校长 他其实在阿拉斯加大学很久很久 他说他们做的生意就是 替当地阿拉斯加预报极光 这样子增加生意 所以如果说旅行车告诉你说 去看极光 对不对 看你运气好不好 不一定会有 其实都骗你的 他就骗你先去 但事实上极光一年365天 大概有200多天是有极光 因为太阳风暴会有它的周期 掌握得清清楚楚 因为太阳风暴一来 就会造成北美或是靠近 这个北极圈附近的这个磁场 电场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含空气 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早就掌握清清楚楚 NASA还有一个人专门天天看太阳 这是他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如果旅行社告诉你说 要去那边才 因为我太太要去我就跟她说了 我太太说这个旅行社在招要去什么 加拿大的黄刀山先去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说那是胡说八道 他当然是叫你先去 但是基本上是可以预报的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还有一定的准确率 所以内波对海洋的物理化学生物 都有一定影响 其实自然界有很多东西 它都有护ECA的功用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好 那其实对海军水下作战 影响最大 影响最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 所以冷门到不得了 非常冷门的 好 那我们先讲台湾南部 台湾南部形成内部条件 就是我所分析的 海水很严重的分层 扰动的就是潮汐 还有地形的变化 这是潮汐的 这是黑潮的模式是我做的 比较简略版 各位看黑潮 凭着这个春夏秋冬 它也是会摆动 明年率摆动的 所以它有一个黑潮的分潮 会进了这个 进哪里呢 进黑水沟 它这样子摆动的地方 就是提供的能量 那潮汐也一样 这是中央气象局的模式 对 中央气象局的模式 告诉你南北的潮汐的水流也比较大 潮流比较大 各位可以看这边 这边也是比较大 各位看这张图有没有发现 潮汐的水流在画圆圈 所以潮汐叫潮汐椭圆 一般我们比潮汐高高低低那是最粗浅的level 现在更深层的就要把潮汐椭圆给比出来 更深层还拆掉震压槽跟血压槽 一一的来比 所以潮汐的水是在磨来磨去 特别在河口地方磨来磨去 所以河口会变成很多海洋生物 下鱼宝宝的地方 它出来磨来磨去之后 也产生了物理化学的变化 那边营养源最特别 你看很多像鳗鱼苗什么苗 蚊汐苗全部在河口 因为河口里面的那个 透过这个黑潮里面的磨来磨去 所以它的营养源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黑潮跟潮汐 在台湾南北两个地方行进的地方 那几乎就是一个重要的饶动源 饶动源 那可以看这张图是我做分析的 左边是台湾南部的海底地形 有一个横春海景 然后右边这边是这个潮汐 潮流 它的箭头比较大 每秒一公尺 那这个是黑潮的摆动 因此这个地方南部就是有内波 那这个是卫星所看的内波 卫星所看的内波 那内波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 这个就是横春海景 然后地形产生变化 海水分层 之后打过去就产生了一个内波 就产生了内波 这个是我做的模式 横春海景 然后沉化的海水 水深大概300到1500公尺的地方 那内波的产生之后 第一ABC 就是模式运作之后 海水沉化 开始有动力 扰动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内波 就产生了内波 那这个是有一个李明安老师 现在是海洋大学副校长 它是第一个用卫星把内波画出来 仅此而已 它就告诉人说这是一个现象 然后内波的生成原因 就进一步没研究了 就没研究了 那这个是横春海景观测的内波 各位看 是观测的 观测的内波的值 在我画圈圈的地方 就是观测的地点 那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是1000到1800公尺 这个是温度 你看它变化这么大 温度和岩度可以当一个tracer 可以当一个指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变化的情形 所以你看海水 透过内波的震动 整个海水沉化 然后高高低低 那我们就是因为它高高低低 我们会找出来 主要的原因 周期是12.42 也就是因为潮汐所影响的半测潮 所以会叫做内波或是内潮 这个是在东沙岛附近观测资料的 那东沙岛水深比较浅 所以你看内波发生的地方 是50到150公尺的地方 它成化的海水 不是像千层带很平均的 它也是有周期的 也是有周期的 只是东沙岛附近的内波 那台湾南部的内波的分析的情形 基本上就是以中间那个中平内波为主 所以那中平内波或内潮波 它的特性 它的动力来自潮汐 所以叫内潮波 其实就是内波 那它比较特别 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孤立波 刚才特别讲的 然后它的周期 它的波长 它的政府的情形 这么这样子 这是南部的 那内波对海军的影响呢 我刚才讲的就是 你看2007年台美西手 从2000年做到2007年 就发现了这个 台美西手接海底大风暴 南海发现白米内波冲击请见 这个报纸是我剪下来的 当时我从美国回来 2006回来 2007就出来了 所以当时1996潜舰觉得怪怪的 它立刻退出来 然后呢 之后2000年才开始有计划 7年之后有成果 就发现那些内波了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海洋学者就没跟进 没有跟进 那这不同的内波 对潜见航行影响 高频的 你可能就震动一下 做得不舒服 那中频的会影响 潜见上上下下 这个更低频的 你根本就是顺着它走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跟一点感觉没有 这几个呢 是我自己整理的 非常的小 我故意弄小一点 主要是高频中频内波 然后对潜见航行的 我印象 这都是我自己收集 没有任何机密 也没有我们国家的 但是我发了很多年 中英文收集的 它对这个潜见操纵的影响 对隐秘的影响 对水下武器的影响 对潜射鱼雷的影响 对飞弹的影响 所以所有的内波 对潜见的各个的影响 这是我统计的 这个对潜见的航行安全 操纵性 高频 中频 低频等等 所以几乎内波就是对军事的影响 非常的大 这个也有对水下武器 装备的影响 对装备影响 我自己分析了 我自己按照我的专业知识了 当然我有去问我同学 我同学有好几个潜见军官 他们给我一个建议 那对整个海军作战的影响 好 那这样子来看 内波对潜见影响作战很大了 水下作战影响很大了 对不对 那专业就是属于军事的议题 军事的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到底对航行安全有什么影响 其他我们就不讲了 发射武器那些都不讲了 对航行安全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看如果潜见 它的原理就是说 它要浮在海水里面 它上浮跟下沉 主要就是浮力的原理 它把全船调成 跟环境一样的浮力的话 它就是中旋在那边 对不对 它如果把几个空间呢 空气排掉进了海水 整体的密度就变重了 它就会往下沉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如果说想上浮了 广外把海水排掉 把空气打进去 就会浮起来 潜见非常的机密 不是精密 它里面会 它是电解海水 得氧气 氢气 那氧气给大家使用 氢气流下来 所以氢气罐里面都在那边 用氢气罐去把那个 水柜的水给排出去 或是呢 把空气给排掉 其实是非常危险 氢气罐呢 一个一个在那边 而且它里面是电池 一个一个电池并联 所以它是非常高科技 危险性非常高 真的危险性非常高 因为我也有上这个课 专门来研究这件事情 好 那潜见在这里面呢 刚刚讲的 它几乎看不到外面 它不可能是有窗户 不可能 它也有灯 它灯不是要给它自己看 它是要给鱼看的 给人家知道说 这有一个大型目标 因为它旁边 潜见曾经在航行之后 发现旁边一个人 碰它一下 碰它一下 原来那个鲸鱼以为是同伴 你知道吗 所以不对 我们开个灯或是弄出个噪音 让金觉得说 不是同伴跑走 类似的 所以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全部是靠一记靠SENSOR 所以你在里面 乘服的时候 它也会当值 所以如果说 它的慢慢的下沉的时候 你不知道 因为在正常执行的时候 你会不会注意那个潜见 所以那潜见慢慢的吊升 Kiloji是中共的潜见 它是跟俄国买的 它的工作水针 安全深度是340公尺 所以一般潜 就潜到250公尺 流大概将近100公尺 到危险 可是它突然的往下掉 然后它18分钟掉了 快100公尺 所以它快了100公尺之后 就快340 所以整个舱有铁被折磨 或爆裂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立刻关法 或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也知道东西往下掉 它有惯性 你知道吗 要拉起来 他们花了好几这个 花了很久 训练非常精良 才把它止住之后往上起来 这个潜见 失重往下掉 那波往下掉 大概只有中共这条旧鱼 全世界掉的人几乎都没起来过 但发生吊声的最有一次记录 就是这一条1963年 是美国的第一条长尾沙号 它也在坐试车的时候 它正好也在 就是K-Corp 我在这边念书 常到 它在这边 它突然的吊声 也就是碰到内波 那为什么内波呢 你看它正好这边是大陆棚 地形严重发生变化 它这边正好有水流过去 它的那个Golf Stream 它的湾流 从你为这边 就从这边过 所以它有 有地形发生变化 海水沉化是任何地方都是 加上有动力以来源 那这个呢 长尾河沉不住 也被拽进去 拽进去很惨 你看它整条船都沉掉 到现在也捞不起来 水太深了 没办法捞 说实在 美国海军就弄一个集体的公墓 这也是 你看它是129个人死 几乎全毁 2000年到2021年 全世界七条潜舰都沉掉 七条 因为各位没有在这方面 涉略跟研究可能不知道 我专门做这个的嘛 所以很多 几乎七条 发生海事的有37 然后沉掉的有七条 是全毁 所以潜舰地域真是高风险 高风险倒不得了 那这里面你看 国外学者都说 你看都是内波惹的祸 也讲了刚刚讲的 2021年的4月 在巴黎海的地方 还有这个1968年的 常委号号都是内部惹的祸 这也就是促成了刚刚9月15号 我在国防科技论坛里面找我去讲 因为海洋环境我们都不太了解 潜见造价很贵 第一线的人都要去 因此我们要强力发展水下无人宅居 水下无人宅居 然后水下无人宅居 可以取代这些工作 对不对 它可以取代 可以做无人潜见 可以做无人的这个UAV UUV都可以做监睁 因为水下环境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 而且水下环境顺息万变 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而且潜见很贵 一条五百亿 对不对 那一个无人潜见 很便宜 所以可以取代他 去做一些征询 或者任何科研的任务 不需要花这个 当然潜见贵很贵 人也很 要训练成为一组人也是很困难的 那这个内波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如果在内波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环境 你在这里的时候 上面是1.028 这边密度是1.1.120 你在这里航行的时候 你会保持的深度就是1.120在这边 对不对 你一定要在航行 然后保持一样的深度 是不是要保持跟环境一样的密度 你就慢慢慢慢开开 结果跑到这里的时候 完了 有内波对不对 你没有发现 因为你在内波里面 你也没有任何的震动 而且这个是低频的内波 你完全没有感觉 结果到这里时候 你的密度是不是比较重了 你马上的掉下来 你发现了 为什么 你看那个仪表发现了 你要晚上拉上去来不及 因为它一直重力加速度往下掉 一到它的这个可抗拒的深度 如果它这里是250公尺 掉到这里350公尺就分碎了 所以内波对潜舰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他们也很紧张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提供资料的人 他们就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但是潜舰军官我有学弟 我有好几个潜舰的上校舰长 但是他们都念水中升学 那一个被美国人找走了 到美国去了 当美国的教授 因为做研究都在这附近 所以他是华盛顿大学毕业 他去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 但是环境人比较少 就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我都很希望能够提供 很准确的环境的资料 给我们的这个 县杰的一个军官来使用 那除了刚刚内波之外 刚刚讲过内波是孤立波 它的波纹不会被分散 对不对 所以台湾周边海域 都是陈化的海水 然后都几乎有内波 只是南北内波比较大 因为它有潮流 其实刚刚讲的会产生内波 都有小小波动就会有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军舰在航行造成的 内波的波浪 各种船型跟军舰 都会造成不同的波浪 其实都已经把它收集得很清楚 说实在都会很清楚 那像这种在卫造萨来看 几乎就是水面舰的波浪 它可以看得清楚 它旁边有这个叫lope tree 它有一个tree wave pattern 像树一样 很清楚很清楚 所以我们用卫星在监护船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当然你能看到是最好了 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看这个东西也可以知道 当然跟船数有关 但是基本的波形还是有 对不对 它有一个凯温度波浪 但是浅舰在海底 在航行的过程之中 如果它见到内波的环境之后 它的内波会上来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波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波 因为它是孤立波 它能量是包覆在那边 不用发散 所以这个就是内波的波形 内波的波形就会发现 这从paper里面 我找不到这个 真的 这是中国大陆研究 你看浅舰运动产生的内波 与浅舰危机杀的腰杆 就透过洒卫星去观测 这附近海域有没有浅舰出没 当然不太能够及时 不太能够及时 要好几个小时 但是也可以知道它们有没有来过 它们有没有来过 好 结论 历年来海洋的研究 都以海水表面为主 真的是很少来讨论水下的海洋物理特性 那今次的需求跟海洋科技的进步 所以军发开始委托学界 来开始做水下的研究 然后同时也会发现 海水分成现象非常严重 非常的严重 那因为分成的现象造成扰动 还有海底的地形 就会造成内波 就是跟我们最基本原理 我们今天所展示的物理的东西是一样的 它是两层的水 不同的密度 只是我们这个是非常理想化 而且是属于教科书型的 这个是非常实用型的 而且这是真实存在的 那平常生活上说实在我们看不到 我们吃的那个泡沫奶茶 对不对 一层茶 一层糖水 一层蜜 分成了 你能这样子喝吗 你每个都要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现象 说实在很少会有分成的 大概只有千层派蛋糕是一层一层吧 其余的我们都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但是正常的环境里面 刚刚讲的从大气到海洋到地层 都是一层一层 只有一层一层的密度分成 才是最稳定的结构 最稳定的结构 但是只要受到扰动 层跟层里面产生的这个波浪 就会很危险 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就是刚刚讲的 就容易产生内波 那内波是海洋一个重要水平 跟垂直的运动 它可以讲上层的热能 还有这个二氧化碳融解很高的海水 被拉到深海去 也可以把深海的这个营养颜 把它带上来 造成海洋生物深圳不息 变垂直性的交换 就跟我们的这个暴风雨一样 或是午后雷震雨 其实午后雷震雨大家都不喜欢 可是它把上层的这个 这个空气中的冷凝的那个水 降落到地面上 然后这个也是让垂直的热量 来做发散 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平衡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好 那在任何海域执行 潜舰都会面存复杂的海洋环境跟内波 这个资料也是我要统计的 在1851年到2005年 国内外的财物潜舰还是案件309件 然后沉船150件 河潜舰是78件 沉船6件 那二次大战之后到2005年 这都是在网站看里面的 还有书籍里面 可以看到现在潜舰是势率很高 那我们看这个柴油潜舰 309件里面 215件跟海洋环境有关 然后河潜舰78件跟42件海洋环境有关 你就知道海洋环境 其实它讲这个海洋环境 其实就是内波 它为什么不敢讲呢 因为当时以前都不知道 我给你讲的 连这个 美国的那一件 19五几年的那一件 常委杀号 都不敢是判定 但是我们是从环境看 才判定是内波 直到中共的那一件事情 还有2021年 是因为科技的发达 而且我们对海洋也越来越了解 内波也越来越多人研究之后 才敢判定是内波 投回报是机械装备都没问题 跟环境有关 所以就是跟海洋环境有关 所以你就知道海洋环境 对一个潜舰军官影响多大 这我回到我刚刚所讲的 这就是现在国际上 甚至我们国家要极力发展 水下无人载具的重要的利益 因为潜舰造价太贵了 而且第一线的人员也太危险 然后我们的海洋环境 说实在也不是了解得太清楚 说实在海洋环境不是了解太清楚 我们大概就了解海水表面 大概200公尺就差不多了 200公尺以下要发生内波的地方 这个压力太大 然后研究成本太高 光线看不到 然后你看到的只有点 当天去放下去的 明天台风来又不一样了 所以没有办法全盘看在一起 所以水下无人载具 在各国都是水下的 不管是无人载舰 或是无人什么东西 这样子就会变孕育而生 主要就是这个水下的环境 我们是不太了解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好 让我们再一次谢谢毛老师的分享 谢谢